光头墙家族VS垂垂家族 两大土豪之间 究竟谁才能称得上富可敌国 一边是狗熊岭中的 最有型的光头墙家族 一边是仅凭一己之力 拉低垂心贫富差距的垂垂家族 同为不同一次空间 最神秘的家族 究竟谁才称得上富可敌国 支持垂垂家族评论留言 嘴上无毛 办事不劳 支持光头墙评论留言 狗熊岭里一片天 谁见墙哥不避烟 先来看光头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电器 加起来就高达4200亿 隔想而知 常哥的财富究竟有多少 但是垂垂家族同样不容小觑 单单只是垂垂手中数额 就有着18位数 垂马手里的金钱数额 同样高达20位数字 再看垂垂就是个典型的富二代 并且还有一个神秘迪拜大佬的身份 但奈何垂垂 垂垂作为垂型的最强守护者 花费所谓是相当的大 每次需要升级装备的金额堪称不敢想象 虽然垂垂家族在垂型属于最有钱的存在 但是如果每次垂霸的战斗装备升级 都要极大的金额 那垂垂家族迟早会因支撑不住而破产 而此时的光头墙 依然每天吃着泡面 光头墙父亲消费的能力 更是比不上垂垂的十分之一 久而久之 光头墙手里的资产 只会越来越多 而垂垂就只能去乞讨维持生活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男神加点赞 带你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